公园里常常可以看见小朋友吹泡泡追逐玩乐的身影 只要简单的工具 轻轻一吹就能见到满天颜色缤纷的泡泡 那你喜欢玩泡泡吗 蛮喜欢 如果有爸爸的话爸爸就会帮我买 但你是否曾想过吹泡泡也可以融合艺术表演呢 今年41岁的苏仲泰已经从事泡泡表演10年了 一开始他也不认为吹泡泡可以作为一份工作 直到他收到了来自妈妈的鼓励 才下定决心成为一名专业的泡艺师 我发现我在练习的过程中 我会忘记时间跟空间 我是很沉浸在我的练习过程里面 每天练习8个小时 最少8个小时 甚至会超过12个小时 被泡泡之美所感动的苏仲泰 近年来致力于将泡泡融合音乐 及灯光等艺术文化 不仅创造出多种吸引人的泡泡 更打破了4次金氏世界纪录 同时他也受邀至国际舞台演出 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饗宴 除了视觉享受外 吹泡泡还可以训练儿童的专注力 以及肢体平衡 调制泡泡水所需的物理知识 更能够启发孩童学习的动力 是亲子活动的热门选项 记者李婕宁 李婷怡采访报导